男孩由于常年被校爸欺负 是学校公认的软蛋 这一天他放学之后 校爸把他叫到了胡同里 几人对他拳打脚踢 被打得连亲妈都不认识了 简直惨不忍睹 即便这样 但他丝毫没有恐惧 反而反过来教训校爸 校爸消偶了 你个软蛋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抬手就是一巴掌 结果被一只手拦下 男孩看到这个男人顿时紧张起来 而只有他才知道 眼前的这个软蛋有多恐怖 当他看到昔日的王者 如今如此狼狈 随后老师赶来 校爸们吓得落荒而逃 新秀经过学校时 不小心碰掉了女同学的包 然后像踢足球一样的把包踢给他 然后转身离去 女同学呢也敢怒不敢言 二说的日子在学校里面 本就不好过 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秀 哎呀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第二天 新秀以转校生的身份 加入了他们的学校 而且还和他分在了一个班 正在睡觉的男生 听到了新秀的名字 立刻精神摆背 课前时间 校爸听说来了新同学 便想善善力威 让他知道谁才是老大 恰巧这时老师赶来 校爸这才不情愿的散去 下课后 短发妹对新秀 踢自己的包耿耿于怀 他找到了新秀想要讨个说法 结果被一脚踢开 上数学课时 老师让他回答问题 他连题目都不看 就说不会 要知道 就连校爸上数学课时 都不敢这么嚣张 一个转校生竟敢说出 这么猖狂的话 顿时引起了学生们的热议 吃饭期间 有的说他是黑社会 有的说他是打架高手 换句话说 就是惹了他 就会倒霉的那种 就在这时 新秀正好来到食堂 只是看了一眼 二叔 二叔就乖乖的 把午餐送给了他 他不屑的一笑 算你小子实相 可旁边的校爸 却非常的不服 在我的地盘 哪有你嚣张的范 但一只手下准备 给他点颜色巧笑 可校爸的气场 完全压不住 他在不知不觉中 就败下阵来 为了掩回失去的颜面 他端起了自己的剩饭 倒在了新秀的碗里 然后扬长而去 但别忘了 他可不是一个 随便可以欺负的角色 新秀直接把饭 丢在了校爸脚下 一个新人竟敢 在全校学生面前 让自己难堪 这梁子算是结胜了 短发妹追上了二叔 骂他是个软蛋 自己排队的饭 为什么要给他 二叔说 你懂什么 由于新秀转学 第一天还没有领到课本 二叔便主动的 把课本放在他的书桌上 接着新秀说 他要吃面包 就算是上课时间 他也毫不犹豫的出去买 二叔不但买回来了面包 还附带了一瓶牛奶 可新秀却动也没动一口 直接让旁边的眼镜拿走了 恰巧这一幕 又被校爸看见 于是校爸把阿叫到了厕所 想和他单独聊聊 在他们的压力之下 眼镜只好说出了 事情的经过 放学后 新秀走在前面 二叔跟在后面 不想背书包的话 只需要测一下肩膀 二叔就会乖乖的拿过来背 秃秃一个小弟啊 晚上二叔突然接到了校爸的电话 他说找新秀有点事 让二叔也过去 经过自己的小弟得知 原来新秀是金鸡道的打架高手 新筹就账想一起结算 可新秀却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 就在这时 二叔骑着摩托车赶过来 新秀看到二叔一脚踢翻校爸 接着一拳打倒另一个人 他之所以这样做 是想找回当年叱咤风云的海啸 二叔看到他出手 显得很震惊 一旁的校爸站起来 拍拍身上的灰尘 这事没完 二叔担心几人再打过来 赶忙跑来阻止 可新秀哪里还管他 静止走到了校爸身旁 回头看了一眼二叔 然后故意让校爸揍自己 逼二叔出手 校爸呢也不废话 一脚踢他身上 左右摆拳加扫踢 不管会的不会的 全都往他身上招呼 对于善打的不过瘾直接揪起来往天上扔 同伴过来劝架 也被他一把推开 此时他已经打红了眼 像逃疯狗一样的歹谁打谁 二叔赶忙地挡在心血的身前 为他挡下了所有伤害 一旁的同伴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也不敢再去劝他 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 校爸的手机响了 他拿起手机 发现竟然是老师打来的 老师听他反应的情况 一边向学校求助 一边往现场赶去 这边的校爸一把推开二叔 然后拿起旁边的砖头 星秀一脸淡定 因为他知道有个叫海啸的瞎伙 是不会让校爸再次伤害到他的腿的 就在他举起砖头的一瞬间 二叔猛地站起来 推开校爸并给了他一脚 没错 软淡就是那个被人称为海啸的王者 曾经称霸一方的金鸡道小霸王 无论校爸怎么欺负自己 他都可以忍 但是欺负星秀 他绝对不同意 三年前 两人一起吃饭一起睡觉 形影不离是最好的朋友 这边校爸被二叔压在身下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在这时 老师赶了过来 穿着高跟鞋的他不小心摔倒了 几乎就在同时 警察也赶到了现场 把他们全部都带走了 还好老师把他们保释了出来 第二天 心怀不满的校爸又想整点幺蛾子 上课时间公然挑衅老师的威严 当着老师的面玩手机 老师劝说无果后 便抢走了他的手机 没有想到 他直接当着全班几十名同学的面 硬生生地把手机 从老师的手里抢了过来 而其他的同学都不敢阻拦 他甚至还狂妄地和同伙机长庆祝 学生们举动让老师很失望 可他刚前脚走出教室 同学们就迫不及待跑了出来 因为学生们都知道 校爸不会就这么放过他的 这个校爸太嚣张了 午饭时间 他故意插队抢走别人的餐盘 然后拿出手机继续挑衅老师 他又让老师在学生面前丢进颜面 以后不敢再招惹自己 作为老师 看到学生破坏秩序他又不得不管 然而校爸一脸嚣张的姿态 老师无计可施 杨杨要打电话告诉他父母 听到老师要给父母打电话 校爸怒了 一脚踢开了旁边的餐盘 谁都别想吃了 本就在气头上的老师推了他一下 然而他的嚣张程度是老师没有想到的 老师忍不住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子 愤怒的校爸当即就挥起了拳头 这时二手冲过来推开了他 大战一触即发 关键时刻 威望最大的教导主任赶来阻止了这一场混乱 老师在学生面前颜面尽失 狼狈的离开了 放学后 校爸把二朔留在教室 让他为刚才的事情给自己一个交代 而恰巧今天又是学校的校园公开日 就在校长带家长们参观学校时意外发生了 原来是二朔挨打的时候 忽然出现的蘑菇头 拿起旁边的凳子扔了出去 凳子破窗而出 波雷残渣犹如雨点般落下 二朔看到他的举动后被惊呆了 校爸也慌了 蘑菇头也不知所措 二朔扔下了手里的凳子 急忙的跑去看到有没有伤人 而校爸却一溜烟的跑了 二朔伸出头 底下沾满了家长和老师震惊的看着他 索性没有伤到人 二朔让蘑菇头快跑 自己则留下来背锅 为了了解事情真相 老师和教导主任忙慌的跑了上来 可这时教室只剩下二朔 本来是一个受害者 可问了同学却扛下了所有 随后二朔被老师叫到办公室 当老师问出事情的经过时 他并没有承认 也没有说是谁 而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 决定以破坏公务为由掩盖此事 这边的蘑菇头 直到自己闯了大火 不敢去上学 躲在厕所整整一节课的时间 被教导主任狠狠地训了一顿 正好又被班主任看见 于是老师把他单独找来 可老师还没发问 这小子就自己主动招了 原来他是怕老师让他转学 才刻意隐瞒真相的 老师听后安慰他说 不用转学也不用担心 并让他好好上学 此后他来到了办公室 问校爸 为什么要如此放纵自己 犯了错不肯承认 校爸依旧很嚣张 抢过自己的手机扬长而去 二朔回到了家 一头栽倒在了床上 第二天处罚结果 公之于众 蘑菇头也自信满满地 出现在了学校 二朔向他点点头 失忆没事了 可这只是二朔对他的安慰 第二天上课时 老师让二朔去后面面壁思过 这时校长带着蘑菇头走了进来 原来经过校委会的最终决定 还是让蘑菇头转学了 尽管家长很不情愿 但是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没有能力的人 所到之处都不会太平 或许在整个班里 乃至整个学校 也只有二朔把它当成朋友 这也是他在学校里面的唯一收获 就在蘑菇头要走的时候 老师追了出来 并且强行让他留了下来 第二天二朔公然叫嚣 要单挑学霸 但他心里却没有底气 没有办法 战书已经下了 硬着头皮上巴 为了让大家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他叫来了班上所有的同学 校爸赶来 像揪小鸡一样的 把他揪起来 他怂了 但校爸却来劲了 于是他们带着二朔 往楼顶走去 一向为二朔打抱不平的短发妹 想要阻止他们 但也无济于事 这时班里的同学 也纷纷的加入到了观战的行列 校爸更是帅得不得了 手插裤都把二朔 压上了楼顶砸门防锁 无奈之下 短发妹只好让同学们 去求助老师 来到了楼顶 小弟迫不及待的 先给他来了几大力金刚脚 二朔眼看无路可走 摸了摸鼻子准备迎战 校爸不屑于顾 一脚蹬在了他的肚子上 随刻的二朔已被激怒 邀紧牙关紧握拳头 准备反击 就在这时 老师来了 校爸看到二朔的拳头 叫嚣着说 来打我呀 可二朔不能出手 他不能暴露自己海啸的身份 更不能被老师发现 于是凭借灵活的身子 躲开了他们的攻击 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下跳 校爸不敢跳 只能决定放学后 再去找他算账 当老师破门而入时 他们却嚣张的嘲笑老师 原来老师为了维护蘑菇头 被校长免去了班主任的职务 学生们都不敢再上他的课 二朔为了让大家重回教室 才不惜挑战校爸 引起学生们的好奇 老师得知真相后 被二朔感动得不要不要的 第二天 那个故意赶走蘑菇头的男老师 竟然成了他们新的班主任 二朔看到他后 哪有什么心思上课啊 站起身就走 却被老师拦住了去了 原来这都是校长安排的 为了让他们摆脱全校倒数第一的身份 特意给他们安排了两个班主任 放学后 二朔被他们堵在了学校门口的小胡同里 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恰巧这时 新秀赶来阻止了校爸 看到了这个昔日的王者 沦落成了如今的地步 新秀觉得很好笑 骂他是废物 随着二朔做完校爸之后 海啸的身份也正式曝光 至此之后 两人的兄弟果实就此展开 这个校爸喜欢拿着风扇对着女孩子吹 特别是穿小裙子的女同学 女同学说自己冷 然后上去关掉 没有想到校爸又去开了起来 眼看女同学就要感冒了 校爸依旧我行我素 这可把一旁的转校生新秀气炸了 走过去直接关掉 要换成是以前 校爸一秒钟就得躺在地上 但这个转校生并不想暴露身份 谁知这让校爸更加得寸进尺 这天晚上 校爸拦住了二朔的雀鲁 向他要新秀家的地址 二朔当然不会给 还问他想干嘛 校爸说当然是报仇 上次在草地上因为动了新秀 二朔差点没把他打死 这个屡教不改的家伙 居然还不老实 动我可以 动我兄弟绝对不允许 第二天上课时 新秀仍然没有课本 又是被老师劈头盖领一顿臭骂 外加一次警告 而旁边的校爸拿出了课本 故意挑衅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 下课后他拦住了校爸 把他们几个叫到了厕所 让他交出教科书 校爸嚣张的告诉二朔 让我交出教科书 可以 但你要把考试的试卷给我偷出来 二朔听后还是犹豫了一下 他思考了许久后 为了兄弟还是决定去偷试卷 可是又找不到不被发现的方法 于是他找到了校爸 寻求他的帮助 两人里应外合 校爸负责切断所有线路 在断电期间 二朔跑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把试卷偷了出来 但也被行车记录仪拍下了自己的身影 二朔并不是真的把试卷偷了出来 而是露了下来 如果你再用违反校规来威胁我 我就和你鱼死网破 老师上课时却说试卷丢了 当老师问他们时 他们都说不知道 无奈之下 老师只好来调监控 可当时二朔进老师办公室是停电状态 老师也是查无所获 而这一件事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 最终老师通过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找到了线索 第二天 老师便把新秀叫到了办公室 二朔来到学校 正好听到同学们正在讨论这件事 也在他们的口中得知 新秀被老师叫走了 转头就去找老师 而这时 两名班主任站在外面很担心 希望不是新秀做的 二朔走到了办公室 看到老师正在审问他 他直接说试卷是自己偷的 这一天 一个女生突然晕倒在地上 班主任直接傻眼了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旁边的同学慌忙的过来查看情况 可任凭他怎么呼喊 女生都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 老师还是一动不动 短发妹看着昏迷的女生都急哭了 这时 老师想起了多年前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背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女生 一边喊一边安慰 让他坚持住 可没有跑两秒 女生就倒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时二朔赶来看到了这一幕 急忙冲了过去 背起了昏迷的女孩 眼睛还直勾勾地盯着老师 老师得知情况后 活速赶来 经过校医的诊治 女生并无大碍 可男老师的行为 伤透了学生们的心 上课时 老师单独地把校爸叫了出来 这问他是不是他指使的二朔偷的试卷 校爸听后很气愤 怒气冲冲地回到了教室 当着同学的面 把二朔偷试卷的事情说了出来 还说起了新秀和二朔 曾经是初中同学的事情 而这也引起了同学们的热议 而恰巧又被新秀听到 新秀则不想再跟二朔扯上关系 拗头便走了 二朔急忙地追了出来 谎称说 偷试卷不是因为他 而是为了自己 是在弥补三年前自己的过世 不说这个还好 说起这件事情 新秀直接走人了 这一天 学生家长突然抱团来到了学校 因为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下降了 来找学校讨要说法 当面指责两个班主任 还说他们班是痞子班 班里有个全校的混混头子 现在又转来一个打架王新秀 让学校给他们一个解释 新秀的课本被偷之后 一直没有再买新的 二朔便把自己的主动让给他 可新秀压根就不领球 一把堆在地上 好心的同学帮忙解了起来 新秀却嫌他多管闲事 打了他一巴掌 而这一幕正好被同学的家长看见 这下家长们更加气愤了 原来二朔和新秀曾是一堆好兄弟 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吃饭 在一起的时光都非常甜蜜 新秀梦想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二朔就每天等到他训练结束 可却因为一场事故 两人成为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如今新秀打了人 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 并告解不能再接近二朔 二朔在外面很担心新秀 一直在走廊等着他 新秀却把责任都推托到了二朔身上 要不是他纠缠着给自己说 他也不会打同学 更不会被老师教训训斥 越说越生气 一把把按到墙上 二朔很紧张 不是因为他要打自己 而是他刚受处分 现在公然挑事会被学校开除学籍的 老师上来阻拦 却没有想到被推倒在地 这一下事情闹大了 随后二人被带到了办公室 二朔诚恳的向新秀道歉 新秀却说他变得懦弱了 以前他是绝对不会向别人道歉的 现在说出来太晚了 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 老师们非常戏风 决定开除新秀 晚上二朔把新秀叫出来 还问他还回去上学吗 新秀说一定去 因为去了学校才会被开除 第二天校爸得知新秀要被开除了 几人围着他得意洋洋的嘲笑他 还是要给他办欢送会 面对赤裸裸的挑衅 新秀说你还没有被打服的是不是 就算我走了 还有个更厉害的在看着你呢 什么 更厉害的 学生们都被新秀的话给惊呆了 下课后 二朔来找老师 问他有没有办法不开除新秀 老师说自己会想办法 上课的时候 二朔间接的说起了 当年打断新秀腿的事 想当年 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金鸡道老大 新秀为了自己的足球梦要求退出 但是他们的规矩 退出就要费一条腿 所以在退出时 二朔亲手打断了新秀的腿 从那之后 二朔一直生活在愧疚和自责当中 还向老师解释 新秀打自己并没有错 这时老师赶来把新秀叫走了 他打断了兄弟的腿 回了他踢足球的梦想 一句对不起就能兵士前嫌吗 现在新秀要被学校强制退学 二朔跑来挽留 说一定会给他个交代 问他如果不被学校退学 还会来学校吗 新秀的答案是 不会 晚上 二朔再次来宣说 就去在这里碰到了老师 老师对他们的关系很好奇 便多问了一句 二朔也很坦白 说他们是从小长到大 每天一起闯祸 一起东奔西跑 然后到新秀家吃饭睡觉 还会去看他踢足球 一直等到天黑 想起以前的事情 二朔不自觉的笑了起来 可他们的情意 却被自己亲手给毁了 如今自己想方设法的 挽回这一段兄弟情 却怎么也得不到新秀的谅解 老师问他 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 他的解释是生气 他不想让他去外面踢足球 不想失去这个兄弟 不想让他离开自己 老师走后他把新秀叫了出来 劝他回去上学 可新秀不想听他废话 扭头走了 二朔一把抓住他 说他真的要为自己这种人 放弃人生吗 对于我来说足球是最重要的 那对你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 如果有的话你就扔掉吧 那样的话我就会重新回到学校 很明显二朔做不到 因为对他来说新秀就是最重要的 在他的人生中已经失去过一次了 他怎么能再次舍弃 经过班主任的努力 学校决定再给新秀一次机会 如果今天能来 学校就不会让他退学 于是二朔告诉他 自己愿意抛弃最珍贵的东西 可是等了一天 新秀都没有来 等不下去的学生该走的都走了 就在他们准备下课的时候 教导主任来了 主任花音刚落 新秀在最后时刻赶来了学校 新秀为二朔决定抛弃什么 二朔递给他一张退学申请 新秀看后不屑一笑 但他的眼神出卖了他的笑容 二朔来找老师告别 向他致谢后拎着书包离开了 老师看着他很想挽留 自己却无能为力 等二朔走出大门 新秀已早早的在此等候 新秀问他 你最重要的就是学校吗 没有更大了吗 而二朔却说 我现在把我离开了 学校后 离开了 新秀落魄地走在寒夜的冬夜 一脸沮丧的表情 他没有想到二朔最珍贵的东西 竟是自己 现在二朔要走了 他真的能开心吗 第二天 新秀早早地来到了学校 并向老师保证 以后都不会再迟到 老师却跟他说 二朔已经提交了退学申请了 新秀顿时脸色大变 第二天上课时 同学们告诉老师 在附近加油站看到了二朔 听到这样的话 新秀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老师为了让二朔重新回到学校 故意破坏他的工作 让老板把他辞退 这边二朔不在学校 校霸只动骂西 故意找茬 大冬天的打开风扇 对着女同学吹 女同学穿着裙子 闲冷让他关掉 却被他一把推了回来 二朔不在 此时的新秀挺身而出 直接走过去关掉风扇 要是在以前 校霸早已经躺在地上了 可现在大哥已经退出江湖了 暂时先给你飘一会儿 没有多久 老师把二朔带到了学校 二朔却不愿意进去 此后老师拿出了他的退学申请 让他爸爸亲笔签字 自己才会受理 不允许再找别人带签 有了新秀的成妖 班里的同学对校霸的态度 有了360度的转弯 当他再次威胁同学时 同学看了看旁边的新秀 直接怼了回去 校霸看他吃错了药 拿手就丢了过来 看这个欺负不动 他又把目标瞄准了另外一个 新秀实在看不下去了 站起身就走了 新秀虽然没有动手 但却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 校霸找不到出气的对象 只好拿桌子撒气 结果小弟还说二朔马上就要回来了 这把校霸整机养了 一个我都对付不了 两个更不用说了 于是校霸去偷来了一辆摩托车 然后打电话给跑土的二朔 让他送到台球厅 再把这件事告诉新秀 这一次校霸又借用别人的手 一次解决他们两个 二朔按照他们给的地址 找到了摩托车 拿出了后座的钥匙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背后却暗藏玄机 当二朔来到台球厅 新秀匆忙跑了下来 让他把钥匙扔掉赶快跑 二朔完全听不懂 新秀说车主就在上面 那车是校霸头的 他们为了陷害你 想让你背黑锅 新秀话音刚落 他们就被前后夹击 新秀瞅准时机 一声令下 两人开始往楼上跑 两人跑到楼上 新秀扒开窗户 准备往下跳 但他却犹豫了 原来楼上和地面 足有六米的距离 新秀看到这样的距离 他也只能望而却步 他的腿至今有痛感 根本承受不了 一跃而下的冲击力 他跳下来让二朔先走 二朔瞪了一眼 开什么玩笑 这时混混追上来 把二人团团围住 眼看已经无路可退 随着新秀一声令下 两人左右开弓 面对敌众无垮的阵势 丝毫不落下风 期间新秀还过来帮助二朔 经过了一番激战之后 二人占据了有力位置 成功逃了出来 随后混混也追了出来 但他们一点都没有感到恐惧 反而是穿过了一条条大街之后 他们跑上了一辆公交车 混混被拒之门外 使劲敲打着玻璃 两人还调皮的和他们告别 这时新秀情不自禁的 搂着二朔的肩膀 奉夫回到了三年前 可是填不过三秒 两人又回到了尴尬的状况 新秀淡定的走下公交车 不想让好朋友看到他的伤复发了 但二朔早已察觉不对 他走到了新秀面前说谢谢 他遵守约定 那时的二朔还是海少 是比笑霸还坏的坏学生 新秀则一直是刀子嘴豆腐心 他害怕而受打坏同学被抓进警局 把阿兰了下来 而现在他们只能背道而驰 可即便是这样 兄弟被欺负 他也不会做事不管 他独自找到了小爸警告他 让他以后不要再忍二朔 小爸狗胀人士 说那一帮大哥不会轻易放过你们 新秀问他凭什么这么狂 他说自己很扛揍 不然也不会混到学校的老大 新秀嘲笑他带着几个虾兵蟹将 越敢抽老大 结果小爸得寸进尺 嘲笑他对一个打断自己腿的刃 还这么忠心 新秀一拳就干了上去 把嘴给我闭上 新秀走后 小爸一副打不过又不服气的样子 这一边 二朔经过深思熟虑之后 还是决定去上学 来到学校后 老师对他们在走廊打架的事情 做出了惩罚 把他们打扫一个月学校的卫生 老师还不定时的要过来检查 结果他们偷懒擦得不干净 而是老师让他们把手套摘掉 说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差事 结果到地方一看 竟然是一堆破桌子烂椅子 老师看了看楼顶 去吧 全部搬上去 两人走一趟又一趟 不知搬了多少趟 想偷个懒坐下歇会 还差点滑倒 二朔知道新秀的腿有伤 让他歇会自己来 别看新秀这小子一张冰块脸 内心还真是个暖男 不一会儿两人就累得腰酸被痛 老师则在一旁偷偷的监视着他们 小霸打不过两人 于是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到小弟身上 问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两人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被揍 小弟劝他不要再做混混了 现在整个学校都讨厌他们 再这样混下去 以后会有什么出息 他把小弟又暴揍一顿 我在学校多牛 所有人看到我都怕 就连老师我都不放在眼里 你竟然说我是小混混 变了一肚子的气 他来到了班上 在考试期间 他故意玩游戏 把音量开到了最大 导致学生们不能专心考试 女老师劝他 他也不听 忍不了的男老师走到他的身边 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直接拽了出去 校罢恶狠狠的威胁老师 让他松手 还扬言要和老师单挑 老师如他所愿松了下手 他却两手插兜 消散的离去 这一边的新秀和二舍 在抽滑子的时候 被保安所在的小黑屋 可偏偏又没有拿手机 两人在这里 又说起了三年前的事情 二舍再一次的向他道歉 说打断他的腿 只是一个失误 新秀知道是他的失误 他只是不想让二舍 一直活在愧疚当中 是错也好 是失误也罢 结果已成定局 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此后二舍继续说道 当初失误打断他的腿 是怕他扔下自己去踢球 新秀质问他 当初为什么要逃跑 想起那一段伤心的往事 二人久久不能平静 新秀拿出了滑子 吞云吐雾 不料下一秒 却被教导主任看见 两人听到开门是 慌忙的消灭证据 经验丰富的老师 一进来就发现 他们干坏事了 恰巧这时 主任赶了过来 南老师帮他们掩护过去 于是他先让二人 各写一篇五千字的忏悔书 可写了三个多小时 两人一个写三行 一个写两行 眼看时间已经很晚了 老师决定让他们先回去 明天晚上继续写 可刚走出教学楼 就看到那一帮混混 又过来找他们麻烦 于是二手带着新秀翻墙而出 他看到新秀没有跳 知道他在顾虑什么 二手拍拍自己的肩膀 然后双手扶在墙上 可新秀根本就不给他面子 自己翻了下来 但问题来了 他们一直这样找麻烦 要逃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第二天晚上 老师临时决定 不让他们写差混书了 给他们俩单独进行一次月考 催一提写一篇语文课文 结果两个人一个考六分 一个考七分 果真是好兄弟 放学后 二手忽然看到 那一帮混混又来了 而新秀马上就要走出大门 如果被他们抓取 那后果不堪设想 二手意识到了危险 一边往学校门口跑 一边给他打电话 说有急事找他 让他赶紧去顶楼 新秀接到了电话 没有多想 转身就往顶楼走去 这时二手出现在他们的身后 主动把自己交给了混混 他要一个人扛下这一切 结束这永无休止的闹剧 与此同时 新秀感觉到了不对劲 急忙跑了出来 恰好看到二手被他们带上车 他翻越栏杆在后面拼命的追赶 无奈车越来越快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去 混混把二手带到了台球厅 且在这里看到了孝爸 他才是幕后主使 混混让二手给新秀打电话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两个人 只抓到二手显然不满足 二手握紧手中的拳头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都说男人膝下有黄金 可他为了兄弟可以放下一切尊严 委屈求全 这才是一起 几个混混把他围在中间 拎一拳握一脚的轮番伺候 旁边的孝爸坐在那里淡定的看书 假装视而不见 小弟不忍心看到二手活活被打死 主动站出来说是他们陷害的二手 而此时的二手被打得连起来都困难 混混念在孝爸是自己小弟的份上 把他赶了出去 从此以后不准踏入他的区域 真相终于大白 自己被揍得这么惨 却笑得像花一样 就在这时新秀急忙的赶了过来 恰巧碰到二手被扔出去 看到二手浑身是声 新秀被感动了 如果不是二手 那么今天被打的就是自己 二手想要站起身 可他伤得太重了 旁边的新秀急忙的上前去撑扶 在新秀的帮助下 二手颤颤巍巍的下了楼 新秀问他为什么要替自己挨打 二手说道 这样做能让我的内心得到些许的安慰 新秀说 曾经足球和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足球没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这个兄弟 两人气不重生 另一边 老师正在讨论让他们转学的事情 正好被二手听到 所以他请求自己转走 还请老师不要告诉新秀 中午吃饭时 他鼓起勇气和新秀坐到一起 就像当年碰巧碰到他一样 新秀很不情愿啊 他犹豫了一下 还是选择了留下 二手呢 也没有再说话 只是埋着头吃饭 心里的苦连同泪水一起咽了下去 新秀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了 上课时 老师把他们两个人单独叫了出来 上一次月考 两人一共考了13分 老师拿出了一打A4纸 让他们写满187篇课文 字的大小不能超过老师的小拇指 听说要写这么多二手直脑头 便向老师提出了搬桌子的想法 但被老师拒绝了 等老师再次来检查的时候 两人都写得非常认真 严格遵守老师的要求 就是这个证嘛 稍微有那么点大 老师看他们写得这么辛苦 决定给他们另一个选择 二人听到有替代抄写的方法 顿时来了精神 于是老师把他们带到了体育场 先向他们展示了一下自己的球技 呃 结果尴尬了 咳 这都不是重点 接着老师公布规则 两人和自己一对一 投进一个球减两篇课文 三分减三篇 不认真反无数加四篇 刚开始星秀还有点放不开 唯唯缩缩的 不过打着打着 两人就把这一切拋到了脑后 玩的那叫一个不业乐乎 最后由于两人玩的太过投入 都累倒在了地上 老师觉得时期已到 把二手要转学的事情告诉了星秀 问他如果二手转学了 他该怎么办 这也是老师留给他们的最后一个作业 让他们深刻的认识到 彼此的离不开 第二天 老师把二手叫去填写转学资料 星秀站在门口 十分的纠结 很想挽留他 但又抹不开脸面 就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 老师走过来询问了他一个问题 如果你真心的痛恨一个人 你会愿意和他一起打篮球吗 英语道醒梦中人 他祈求老师不要二手转学 也为他的腿伤做出了解释 此话一说 二手的眼泪瞬间掉了下来 他等这一句话等了三年 随后二人走出了办公室 星秀告诉他 我可不是免费帮你的 以后你要帮我做任何事 二手经过了自己的努力 终于得到了兄弟的谅解 心中也是十分的高兴 星秀也总算的放下了过去 原谅了二手 两人终于和好如初 韩剧学校2013到此结束了 喜欢的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好了我是冰糖 记得点击订阅加小铃铛 下期视频见啦 拜拜